我们知道猫猫是一个非常对领利概念有着极重掌控与控制鱼的一个小动物 所以它们很喜欢的一定是自己熟悉的环境 比如像家人 那么你如果能在家里面去给它洗澡 也会发现它们的一个性情都会稍显温和一点 但是如果带它们去宠物店 特别是旁边还有其他大狗狗的时候 发现猫猫好狂躁 甚至会有商人这样的情况 以及它有可能过于狂躁 击打比如像笼子或什么 去伤害到自己 或者是洗完澡以后 你会发现它有两到三天 育于挂患精神不济 这些都是因为隐积 并不是这个洗澡的地方 对它有多大的脱汗 是因为王猫本身 它可能对于这个洗澡就是一种隐积性 然后更换环境 周围嘈杂和旁边 甚至有狗狗 应该带来的运气性非常地大 所以带到宠物店洗澡 不是一个可别明智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没办法去洗澡 定期的洗澡还是要做 甚至能去宠物店 小推士 如果能在家里给它洗澡 可能它的性情会温和点 如果去宠物店洗澡 尤其是旁边有其他大狗狗 会变得很狂躁 甚至还有伤人的情况 因此带着猫咪去宠物店洗澡 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如果在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洗澡 那就只能去宠物店了 谢谢大家